快为金钟五十按赞 天天送五千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六万大奖 7号接近中午时间 树林大安路突然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货车缓缓靠左准备大回转 但就这么巧 一台机车直行冲了过来 眼看就要撞上 骑士刹车不急 打滑重摔 货车碾过机车外壳 女骑士就这么卡在车轮正中间 动弹不得 先生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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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好对高机刚好路过 并且立刻加入救援行列 果然过没多久 成功抬起小货车 帮助警销人员 把困在车盘底部的女骑士 给拉了出来 最后紧急送一脊救 怎么会撞得这么夸张 机车前轮断裂 轮胎被甩到另一边 龙头扭曲变形 几乎整个报废 分析车祸原因 警方认为是小货车正要左转 结果执行机车骑太快 来不及减速之下 就一头撞了上去 还连人带车卡在车底 小货车违规左转 加上女骑士超速行驶 酿成这起夸张车祸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受伤女子卡在四轮中间 而且堆高机刚好路过 立刻发挥作用 把人救了出来 最后女骑士只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在新北区报道